二届两岸四地女企业家的经贸论坛 今天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出席的有300位的女企业家 其中备受瞩目的包括 像海尔集团总裁杨绵绵 还有澳门赌王的千金何超雄 而更让人眼睛一亮的 还有这位身份备受瞩目的 第一次来台湾的毛泽东的外孙女 孔东梅 两岸四地300位企业女龙头 会吃经贸论坛 台湾女企业家协会理事长马爱珍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会长黄晴怡 香港东会证券董事长朱连芬 我们欢迎台湾的女企业家到大陆去 是搞项目要投资 我们大陆的女企业家有条件的 也会到台湾来投资世界 群球第四大白色家电制造商 海尔集团总裁杨绵绵也到厂天家 因为台湾有很多的信息 很多的消费者需求 我们可以从台湾的企业家的成功的经验里面 学习很多东西 人群中备受瞩目的还有她 掌管信德集团百亿资产 被评为全球前50位女常人的 澳门赌王千金何超穷 以及首次来台鲜少曝光的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 吴伯雄和江炳坤也到场致辞 距离第一届女企业家经贸论坛已经相隔9年 300位企业界赫赫有名的女常人将讨论 如何共同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 中选参谋企高与林 黑饼黑宝不得